什么 居然这么轻易就化解了我的幻境空间 这老太婆真是不一般 她比我之前见到过的 所有修炼精神力功法体系的人 都要强大 这是白莲 此时内心深处最直观的一种体悟 可是 若就让她放弃抵抗 她是绝对不会担心的 毕竟如今的白莲妖圣 很清楚自己这一战 不仅代表的是个人的得失 她代表的是亿万妖族众生的未来 更加代表徐扬的唯一关门弟子 她绝对不能让自己的师尊失望 咬紧压关 又一道更为强大的精神力幻境 浮现在二人之前 只不过这一次 老太婆似乎远远没有之前那般好说话了 竟然一反常态主动出手 非但一瞬间 瓦解了所有白莲妖圣 创造出来的幻境空间 并且还反过身来 给白莲设置了一道十分强大的封印结界 徐扬的幻体全程旁观 一眼便看出了这老太婆精神力功法当中的一些破绽 原来如此 这老太婆所修炼的精神力功法 以净化为主 但其最为致命的弱点 也就暴露了出来 那便是没有足够强大的精神攻击属性 也就是说 只要白莲能够选择与他硬碰硬的话 一次性凝聚足够强大的精神力 带给对方至强一击 绝对能够轻而易举的 打破这样被温水煮青蛙的窘境局面 徐扬自然是一眼就看出了 或且想要给他传递任何信息都已经是枉然 他们双方已经完全陷入到了老太婆编制的幻境空间内 徐扬就算有心想要帮助 他也没办法强行入局 倘若徐扬真的决定以大法力直接介入 凭借自己的力量干扰这一次对抗的结局的话 非但不能起到真正意义上的帮助白莲妖圣的作用 反而会可能在他的灵魂世界落下阴影 那样的话 对他未来的修行将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徐扬怎么可能亲手断送掉自己徒弟未来的修行道路呢 因此 当下徐扬别无选择 只能默默在心里面为白莲妖圣祈福 希望他能够用自己的力量实现突破 小姑娘 现在开始 我给你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 只要你肯放弃你曾经所积攒下来的一切修为 奉我为师 我愿意将毕生所学全都传授给你 你是我见到过的最有修炼天赋的精神系妖兽 更何况 你本身就是人魂拥有者 在我看来 即便你的灵魂绑定在妖兽的身体上 你仍旧是高傲的人族 仍旧有潜力继承我同源一脉最强大的精神力圣法 仔细考虑一下吧 我是很认真的在向你发出邀请 当然 如果你给我的答案并不让我满意 我会毫不犹豫地抹杀掉你的一切的 老太婆已经心安理得地在白莲妖圣的灵魂世界当中 扮演起了尚未惹的角色 而白莲此时也发现 自己在这个老太婆的面前 再难鼓起足够的勇气和信心 一种被对方压制的感觉 分外变得清晰起来 支撑着她还没有放弃的唯一信念 便是她对徐阳的承诺 师尊 我到底该何去何从 就在白莲妖圣内心犹豫不决的时候 老太婆突然变出了一副十分猙獰的嘴脸 放肆地大笑了起来 你的内心已经开始动摇了 你已经坚信这一战我是唯一的胜利者 你永远也不可能战胜得了我了 小姑娘 放弃抵抗吧 你已经堕入了我为你编织的梦境 永远也出不来了 欢迎遗落 老太婆的本体竟然在白莲妖圣的灵魂世界当中完全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道无比冰冷的巨大骨关 这一口冰关已然是将灵魂世界当中的白莲妖圣完全冰封 此时的白莲妖圣五感灵石已经在极短的时间内被完全剥夺 现在的她唯一只剩下自己的灵魂还处于活跃状态 但是她的身体她对周围一切的感知都已经在短时间内迅速消失 留给白莲妖圣的仅仅只是一个冰冷的棺材 以及她瞳孔面前那个逐渐开始衰老的自己的容颜 她没有办法抵抗就如同一个活死人一般 只能就这样在自己的脑海中默默流逝着时间 失去了自由 失去了对外界的一切联络 只剩下自己在这个冰冷的空间内等待死亡的降临 这是一种令人窒息的绝望 白莲妖圣从来都没有体验过这样的感觉 哪怕是自己之前在突破的时候 游走于生死的边缘也从来没有像此时这样的绝望 白莲妖圣终于明白 在和足够强大的精神系强者对抗的时候 自己的内心绝对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一旦信念感觉有松动的话 那么这一战的结局就会注定 自己永远也不可能成为胜利者 师尊 或许真的是我做错了 我让你失望了吗 白莲妖圣落下了一滴眼泪 殊不知在他这一滴泪水当中 蕴藏着他重新组合而成的生命力 而在那生命力内部流淌着一丝属于徐扬的灵魂本源 那是融入到白莲妖圣的生命力精华当中的 属于徐扬的一丝气息 原本早已和他的四肢百害融合在一起 平日里这丫头也从来不曾感受到 徐扬的这一股强大的精神力本源的悸动 可是就在自己的生命 即将在这幻境当中永远沉睡的时候 那一次属于徐扬的气息 一下子冲进了白莲妖圣的灵魂世界 点燃了他灵魂当中无尽的黑暗 成为了唯一且永恒的光明 傻丫头 为什么说过你永远不需要惧怕任何对手 哪怕你面前是至高神的意志又如何 只要你心中对胜利的渴望没有寄灭 你就永远不会抵达失败的深渊 这声音一次次地回荡在白莲妖圣的脑海当中 让这个丫头猛地睁开双眼 她身体当中所有沉睡的力量开始疯狂地复苏 失落地无感渐渐恢复体内 而在强大的力量汹涌之下 眼前封印着她一切的光果 也开始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走向融化 老妖婆 真的以为这样就能彻底压制得了我了吗 我说过 我是徐阳的徒弟 就凭你 还没有资格审判我 一声怒吼爆发 白莲妖圣彻底恢复到了自己的巅峰状态 眼前的冰关瞬间封碎 周围所有的一切幻境完全消失 白莲妖圣又重新回到了真实世界当中 而在她的面前 老太婆已经在震惊之下 抽起手中的佛尘 朝着白莲妖圣的本体抽打了过来